彰化有一名国小的老师 他退休之前很开心的邀请学生吃冰棒 没想到大家吃完之后才发现 啊这些冰棒都已经过期了八个月啊 就造成了五名学生肚子痛送医 卫生局接获了通报采样送宴 决定要对卖出冰棒的文具店 开罚三万块到十五万元 五位疑似食物中毒的小朋友 上午已经恢复正常到校上课 原本五年级的这班导师即将退休 特别趁着学习结束前奖励小朋友 因此一号上午到校门口买了冰棒 请同学吃 没想到出了问题 我们就吃完以后才发现那个是过期了 就过了十分钟以后 就才发现肚子就越来越痛了 学生把学生紧急送医 同时通报卫生局采样检验 从冰棒的包装袋上明显的发现 同一批冰棒使用期限竟然是去年十月份 不管检验结果如何 贩卖业者要先开罚 它过期有差不多有半年的左右 所以这个应该这个厂商 货卖厂商应该随时要 去检讨它货卖的产品的这个过期问题 卖出冰棒的文具店上午没有营业 而请吃冰棒的这位老师 更是对小朋友充满了歉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